封柯P吉祥务市长 学者接二绝招 灌水加百平无敌 图TVBS 台北市长柯文哲人气居高不下 大小争议似乎都无法对他造成影响 仿佛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颠覆常人对政治人物的想象 对此 世新大学副校长游子祥金 8日 在脸书提出见解 认为柯P不仅是个吉祥务市长 还是颠覆搞笑的吉祥务 对炒作话题更是十分擅长 而且他还拥有二大绝招 就是灌水加百平 尤子祥指出 从很多角度看 柯文哲就是一个吉祥务市长 而且是个颠覆搞笑的吉祥务 即使国民党最后选出那只怪怪攻击 大概也望尘莫及 因为吉祥务市长 是个真人 他认为柯P最擅长的并不是市政 而是炒作话题 从严肃地选不选2020到轻松的学姐 他都能轻易占满媒体版面 图TVBS由子祥表示 在这两个议题上 其实一句我不会选或是不再炒作就结束了 但柯文哲却来举事实难料和陪吃饭 自然让话题延续不休 然而 这和领导能力 城市愿景和城市治理关联甚低 更使交通恶化 建设停滞延宕 都市更新缓慢 创新动能不足 台北亚洲城市竞争中落后等问题被淹没 由子祥接住说 吉祥务市长 成功地让台北市长选举成为一场 水度超高的选举 无聊的市政和长的一点也不像 吉祥务的对手就在不断地 灌水 终遭到灭顶 这 吉祥务市长 玩到变成外国杂志选出的全球市长足球队中场 令人难过的是 同一天星展银行公布的2030年巨型城市排行 不算日韩台北市只排名十一 未来前途就是坐板凳了 谁关心呢 比可爱搞怪我们赢就好了 图翻射由子祥脸书 除此之外 他还提到 吉祥务市长不止造型可爱还拥有黑暗面 近日爆发的双城论坛A B讲稿争议 柯文哲说法一遍再遍 先是坚称有把脚搞送到国安单位 甚至哽咽说自己孤军奋战 之后真向大白竟对媒体施压 还把摆平泥美当玩笑话 最后 有此想论坚称 知道 吉祥务市长 得厉害了吧 用可爱造型灌水 脱下外衣后还有摆平这一招 灌水加摆平 左向无敌 图TVBS台北市长柯文哲人气居高不下 大小争议似乎都无法对他造成影响 仿佛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颠覆常人对政治人物的想象 对此 世新大学副校长尤子祥金 8日 在脸书提出见解 认为柯P不仅是个吉祥务市长 还是颠覆搞笑的吉祥务 对炒作话题更是十分擅长 而且他还拥有二大绝招 就是灌水加摆平 由子祥指出 从很多角度看 柯文哲就是一个吉祥务市长 而且是个颠覆搞笑的吉祥务 即使国民党最后选出那只怪怪攻击 大概也望陈莫吉 因为吉祥务市长 是个真人 他认为柯P最擅长的并不是市政 而是炒作话题 从严肃地选不选2020到轻松的学姐 他都能轻易占满媒体版面 图TVBS由子祥表示 在这两个议题上 其实一句我不会选或是不再炒作就结束了 但柯文哲却来举事实难料和陪吃饭 自然让话题延续不休 然而这和领导能力 城市愿景和城市治理关联甚低 更使交通恶化 建设停滞延宕 都市更新缓慢 创新动能不足 台北亚洲城市竞争中落后等问题被淹没 由子祥接住说 吉祥务市长 成功地让台北市长选举成为一场水度超高的选举 无聊的市政和长的一点也不像 吉祥务的对手就在不断地灌水中遭到灭顶 这 吉祥务市长玩到变成外国杂志选出的全球市长足球队中场 令人难过的是 同一天新展银行公布的2030年巨型城市排行 不算日韩排北市只排名11 未来前途就是做板凳了 谁关心呢? 比可爱搞怪我们赢就好了 图翻社由子祥脸书 除此之外 他还提到 吉祥务市长不只造型可爱还拥有黑暗面 近日爆发的双成论坛A B讲稿争议 柯文哲说法一遍再遍 先是坚称有把讲稿送到国安单位 甚至哽咽说自己孤军奋战 之后真相大白竟对媒体施压 还把摆平你美当玩笑话 最后 由子祥讽刺 知道 吉祥务市长 的厉害了吧 用可爱造型灌水 脱下外衣后还有摆平这一招 灌水加摆平 所向无敌 图TVBS台北市长柯文哲人气居高不下 大小争议似乎都无法对他造成影响 仿佛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颠覆常人对政治人物的想象 对此 世新大学副校长由子祥金 8日 在脸书提出见解 认为柯P不仅是个吉祥务市长 还是颠覆搞笑的吉祥务 对炒作话题更是十分擅长 而且他还拥有二大绝招 就是灌水加摆平 由子祥指出 从很多角度看 柯文哲就是一个吉祥务市长 而且是个颠覆搞笑的吉祥务 即使国民党最后选出那只怪怪攻击 大概也望陈莫吉 因为吉祥务市长是个真人 他认为柯P最擅长的并不是市政 而是炒作话题 从严肃地选不选2020到轻松的学姐 他都能轻易占满媒体版面 图TVBS由子祥表示 在这两个议题上 其实一句我不会选或是不再炒作就结束了 但柯文哲却来举事实难料和陪吃饭 自然让话题延续不休 然而这和领导能力 城市愿景和城市治理关联甚低 更使交通恶化 建设停滞延宕 都市更新缓慢 创新动能不足 台北亚洲城市竞争中落后等问题被淹没 由子祥接住说 吉祥务市长 成功地让台北市长选举成为一场水度超高的选举 无聊的市政和城的一点也不像 吉祥务的对手就在不断地灌水中遭到灭顶 这 吉祥务市长 玩到变成外国杂志选出的全球市长足球队中场 令人难过的是 同一天星展银行公布的2030年巨型城市排行 不算日韩排北市只排名11 未来前途就是坐板凳了 谁关心呢 比可爱搞怪我们赢就好了 图翻设由子祥脸书 除此之外 他还提到 吉祥务市长不只造型可爱 还拥有黑暗面 近日爆发的双成论盘 A、B角稿争议 柯文哲说法一遍再遍 先是坚称有把角稿送到国安单位 甚至哽咽说自己孤军奋战 之后真相大白竟对媒体施压 还把摆平尼美当玩笑话 最后由子祥讽刺 知道吉祥务市长得厉害了吧 用可爱造型灌水 脱下外衣后还有摆平这一招 灌水加摆平 左向无敌